我发现你其实来北京大大小小的演出有很多 但其实你觉得真正让观众朋友 我们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你自己觉得是哪一场演出 其实我觉得最早让大家了解和认识 我是通过我参加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然后后来是我第一次登上春晚 春晚 我们有这张照片 这是和阿宝登上春晚 这是哪一年的春晚 这个是2014年 2014年 马年春晚 这是第一次冲击春晚就成功了吗 还是之前也有过被毙掉的这种心酸 应该是第四次找我们了 第四次 那前几次都没成功 第四次找我了 对 都没有成功 有没有特别遗憾的记忆 第二年那次有点难受 是因为当时导演说的 刚开始的嘉宾应该是张辉妹 然后还有颜维翁老师 还有戴玉翁老师 你们是四个人 对 但是就是因为嘉宾的荡起 后来也换想 好像想换李文 但是还是没有成型 就那次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《火花宝》是2014年 发了一张我们俩的专辑 其中有一首歌叫《张德建彩》 大家比较喜欢吧 现在比较符合春晚的这种气氛 这个歌我们能不能再听两句 现场来听两句 可以 我把马儿养别碎 拖着风手从不累 迎一去晴天的水 尝一去家乡的美 第二段是阿宝 这个当时这个歌啊 好像我听说还有一小故事是吗 我和阿宝有一个习惯 阿宝在舞台上不太喜欢笑 然后一直表情就是人那样的 刚好这个歌呢是春晚 然后又那么喜听 后来导演就开会就给我们俩说了 说你们俩要是再不笑 就把你们这个节目毙了 这么严重 对 然后我们俩 我们节目如果不笑的话 怕被拿下吧 然后我就回去使劲地笑 练笑 然后就对着镜子 然后一直笑 然后就拿一个筷子 然后提笑机啊什么的 我们俩就练了好多好多 后来在唱的时候就表情好多了 导演在美术 二妮跟阿宝应该说都是天赋非常好的 对 那后天练 怎么能练出你们这种声线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嗓子条件 先是爹妈给的 因为我从小就是开始唱陕北明歌 然后后来我学了三年 我们陕西的琴枪 琴枪 对 我才在工作以后 我就每天早上会爬山 爬到最高的那个山顶上 喊嗓子 裂嗓子 明显地感觉到 在山上唱歌烈出来的声音会比较通透 那你再到录音棚录歌 会不会又不习惯了呀 刚开始我来北京的时候 其实就是烈声的时候 我会特别不习惯 就是在自己房子里边嘛 感觉很憋屈 然后有时候练练练 有时候邻居敲门啊什么的 我记得阿宝他刚开始也是那样嘛 说他在酒店怕人怕打扰别人 就抱着个枕头 就哭着 抱着枕头怕声音发出去 然后就烈 但你想那样真的很憋屈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要适应 嗯 嗯